早过来不完,我是全里的曹记者 那今天虽然没有村里的徐记者 但是我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英国人福霞 那福霞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中国生活过 对于当地的文化,尤其是食文化非常有心得 那在大家生活过的四川 他就走访了各地了解当地的食文化特色 所以在最近中国的出版社也出版了他的新书《川菜》 那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菜谱 也有他对于中国川菜文化的一些具体来龙去脉的一些了解心得 所以我觉得中国农历新年很快就到了 但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 所以和我一样都生活在伦敦的福霞 都没有办法再看到大规模的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一些街头活动 我们都是在家里都要试试做几个自己的拿手菜 那福霞我知道你经常在家里练手 今年春节快到了 你给大家给自己的家人准备了什么拿手菜 肯定的 因为今年来不及中国 所以我特别想做一些好的东西 做一些好菜 我上个礼拜 那月23号 已经拜了我的早王爷 给他做了甜点 所以那个年夜饭呢 因为我平时很想请客 有聚会 现在因为封城没办法 所以我准备做一些好菜 然后分给一些附近的亲戚朋友 做外卖 免费的外卖 给他们打包 所以我已经做了一个 宿朋友 但是你觉得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知道你写这本书 还有之前你写的有关于中国川菜的书 以及我们刚才所说到 就是美国的作家写的张太太的川菜谱 四川好菜 这些书 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本书 你觉得大多数英国人听说过 或者是他了解过吗 还是说只是局限在一个对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少数的英国人的圈子里 基本上没有 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两本书 他们是在美国出版的 在英国很难买得到 基本上没有 所以在英国我的书 我可以说是第一版 是在中国本地研究过的 比较沉重的川菜财富 也是一个外国人写的 其实我知道你之前是在剑桥大学学的英国文学 然后是伦敦亚非学院学的中国的文学 中国研究 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外国人 对于中国人来说 你是一个外国人 想写一个这么地道的一本书 其实我想肯定是有很多不容易 我记得几年前我采访过 给一顾的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 翻译他的《射雕英雄传》的一个瑞典人 他就跟我说 他翻译的时候 觉得对中国武侠里面的 这些功夫招式的名字翻译特别头疼 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我想你在写有关于川菜的时候 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 中国形式有很多很特殊的词汇和观点 我们西方国家真的没有 比如说原材料的腥味 三味 我们都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比如说碰巧技法 经常比如说要蒸一条鱼 要先把它研制一下去腥味 这个很难解释 还有一些口感 比如说中国人特别喜欢 那个脆脆的 中国人特别喜欢一些 西方人觉得有一点奇奇怪怪的口感 比如说脆脆的毛肚和恶肠 记忆的软骨 那些西方人不太喜欢 所以用中文你可以用 可以描写的很漂亮 用英语很难听 所以我要想个办法 把它用比较美丽的英语 介绍给外国人 我知道之前 你是拿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 才有机会去四川大学读书 然后也是在当地 逐渐的对于川菜 有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你觉得现在 我们知道肯定还是有很多的英国人 现在还是可以获得奖学金 去中国学习 你觉得现在 你感觉英国人对于中国社会 现在哪些话题 哪些领域 他们是最感兴趣的 就是除了他们做研究 做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外 哪些大家聊得最多的 英国人的圈子里 怎么说呢 我觉得来中国留学 还是主流的外国人 一大部分 非常喜欢中国菜 他们回西方老家以后 他们特别想念中国菜 可是他们不一定要研究 那些方面 所以这个是比较卷野性的 可是我觉得外国人在中国 特别喜欢中国的美食 也很喜欢中国的风经 经典 有一部分的人喜欢学乌书 奇功 可是我觉得 饮食文化是比较共通的兴趣吧 行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我觉得聊一聊 这个中国的农历新年 跟一个英国人聊聊中国农历新年 聊聊中国的诗文化 就是聊到这个 基本上全中国人 都不会拒绝的串菜文化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非常感谢你能跟我分享 你写的这本新书 我相信很多人会对这本书 会有很大的兴趣 是不是中国人 很多人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内容 我相信都会有很大的兴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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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的时间